什么是内地行星和内木行星? 太阳系中的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被称为内地行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和海王星被称为内木行星。 内地行星主要由岩石组成,表面有很接应的固体。 体积都和地球差不多大,这类行星的中央是一个以铁为主,而且大部分物质为金属的星核。 由于体积小,所以卫星很少或是没有卫星。 内木行星主要由氢、氦、冰和甲烷等所组成,只有极少量的铁和岩石,表面很光滑,体积比地球大很多。 内木行星拥有很多卫星,而且有光环。 知识补给站在西方,太阳系行星的名字,是根据罗马神话中神的英文名字取得。 水星星是墨丘利,金星是维纳斯,地球是盖亚,火星是马尔斯,土星是朱比特,土星是龙杜恩,天王星是乌拉诺斯,海王星是诺普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